大家好,現在是2024年10月18日下午3點40分左右 我剛剛從加勒湖,啊不是啦,剛剛從Costco回來啊 你看,這個我買的咖啡啊 然後我還買了一包烤雞,烤雞才189耶,很便宜啦 但是你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嗎?你們看看這個是什麼 鋁箔,這個也是鋁箔,兩片,兩片鋁箔 這個就是我大概是中午去的嘛,然後我就肚子餓 肚子餓呢,我就去想要去他那邊有飲食部,我就要去買 然後排了好幾排啊,其中有一排 奇怪,只有一個女孩子在排,我就去排那裡 然後我抬頭看,他上面是在賣什麼烤雞三明治啊 好像名稱是這樣,烤雞三明治,235元啊 我在想說好吧,不然就吃吃看吧 很可能他這個排隊就是你想買什麼就在那個位置的前面排隊 搞不好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就想好吧,那我就吃吃看 我就買了230,好像239吧 的那個什麼烤雞 還是叉燒雞三明治啊 結果 那我前面那位小姐走了之後 就輪到我了嘛 然後我就問說,這個有附飲料嗎?她說沒有耶 239元沒有附飲料 我就再花20元再買一個空殼 杯子啊,然後杯子你就可以去 盛飲料 然後我拿到這個什麼烤雞三明治 我有嫩了一下啦 因為 冷的啊 冷的啦 不是 不是熱的啦 那 那 那你要這個鋁箔幹什麼 這個鋁箔 這個鋁箔不是在保溫的嗎 它是怎麼包裝呢 它這個鋁箔你把它攤開來 攤開來就是一張A4 A4大小的 然後 它裡面有一個塑膠圓盤 塑膠圓盤上面就是放 所謂的 叉燒雞三明治啊 然後這個叉燒雞三明治 它外面是用這個鋁箔 上面一層下面一層把它包住 但 是冷的啊 我就覺得很奇怪 啊 冷的那你幹嘛用鋁箔 你幹嘛用錫箔紙 錫箔紙這個 錫箔或鋁箔 應該是鋁箔吧 你用這個鋁箔 不就是要保溫嗎 那都沒有溫度 你幹嘛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等到我打開來吃 我就覺得很奇怪 雞肉呢 雞肉 雞肉 它雞肉好像是打成 一片薄薄的啦 薄薄的 有點類似火腿那樣 我有吃到 類似這種東西啊 但是我沒有吃到說整塊 整塊讓你 咬起來就感覺 感覺那就是雞肉 沒有那種感覺 就是 它有點類似美式漢堡 什麼都是薄薄的一片啊 這樣薄薄一片 也沒有說很薄啦 大概就是 0.2公分厚啦 再來有一些生菜啦 還有一些什麼佐料 感覺有點奇怪啦 因為它就是冷的啊 我還以為是熱的 就感覺很奇怪啦 然後嘛 然後 我吃完了 我就 就去 就到樓上二樓 再從二樓逛下來這樣子 那 話說回來啊 我又想到要補充 有關山果的事情 你看喔 三國智說 三國智怎麼記載 他說 董卓啊 幼時呂布沙丁遠 並其重啊 承受著三國智 那代表說 董卓你有 你有拿一個東西來 當引誘啊 你一定是用什麼東西來引誘 其約會選啊 我早上另外一個 我早上已經上傳的視頻 就是說 幼時呂布沙丁遠並其重 那你幼 這個幼 引誘品到底是什麼 不外就是高官後路嘛 不然就是美女嘛 美女嘛 不然就是高官後路 但通常就是高官後路就對了 因為 你有高官後路 是不是美女自然就會來 所以說 主要就是高官後路 美女那個就不用說了 因為 那個是隨之而來的啦 隨之而來 你有高官你有後路 自然就會有美女 那你們想想看 如果丁遠真的是呂布殺的 而以三國智所記在呂布 那丁遠那個時候是什麼 他是執經玉耶 九卿之一耶 九卿之一 這是大官喔 這等同是大將 這已經是將軍 你知道九卿是可以直接看到皇帝的喔 可以直接向皇帝建議 也就是皇帝如果上朝文武百官列兩邊 執經玉就是其中一個 而且執經玉還是什麼 禁衛軍統領啊 儀隊的隊長啊 儀隊的大隊長 少將隊長是一個將軍啊 儀隊隊長 就是皇帝出巡 這個執經玉都要或是訓練執經玉 他會帶隊 帶領一個 騎兵隊伍啦 有兩百有兩百位提起都穿 穿這個黃可以穿黃色衣服的 一般來說只有皇家才可以穿黃色衣服 但是因為這提起呢 這兩百兩百位到八百位啦 如果規模大的時候就是八百八百位提起全部出來 但一般只出來兩百位啦 如果在街上遊行的時候 通常兩百 兩百就很多耶 兩百匹俊馬 高頭大馬上面都是高大又英俊的提起 提起勇士 都是穿黃金鎧甲的提起勇士 這些提起勇士 旅布能不能當 旅布 很多人都會問 說丁元去當慈經玉 所以旅布也跟著去當慈經玉的提起 就是那八百位提起中的一個 有嗎 有嗎 你有看到 看到三國志 自治通監或後漢書 上面寫說 丁元 從並州赤史著身為 齊都衛再著身為 執經玉 而旅布也跟著 跟著丁元一路往上爬 從主部 然後再到 齊都衛的司馬 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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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朝的官制 裡面 齊都衛下面 有沒有司馬 沒有 齊都衛沒有司馬 那 好 那 有沒有 三國志後漢書 自治通監 有沒有寫說 旅布從主部 然後變成 呃 執經玉 手下的提起 提起 可以穿黃色的 戰袍 拉風的黃色披風 有沒有 沒有啊 齊 後漢書自治通監 三國志 記載 呂布 殺丁元 殺執經玉丁元 當時呂布的身份 是主部 是主部 然後 後漢書 寫的是 司馬 但是我已經跟你說過了 這個 司馬 只有 只有哪裡才有司馬 只有並州府 並州府 才有司馬 那 如果說 齊都衛 就沒有司馬 所以如果按照後漢書 所寫的 呂布那個時候不是主部 而是司馬 那意思就是說 呂布 還是在並州府 他只是從主部變成司馬而已 主部跟司馬其實差不多啦 級別差不多 他不是提起耶 為什麼 為什麼 呂布 在事實上 沒有辦法跟著丁元 一起到中央 一起成為靖越軍的一員 為什麼 因為 執經玉 靖越軍手下的 八百位提起 他們全部都是什麼 貴族子弟啊 都是京城 京城 那些文官武官 那些高官那些 將領的子弟 才可以喔 而且要嚴格審核 欸他們 所謂執經玉我說過了嘛 他們就像 在保衛總統府的憲兵 憲兵 憲兵部隊嘛 而那個 執經玉就是憲兵總司令 就是那個 中東府 警備隊的指揮官嘛 他們好像是憲兵嘛 憲兵 憲兵指揮官 少將喔 軍階是少將喔 那 你 大家都知道 你要當憲兵 必須什麼 身份證 身份要考核 沒有前科 沒有沒有犯過罪 身世清白 家長有沒有什麼思想犯 沒有 現在可能 現在可能 比較 沒有那麼嚴格 但是以前喔 以前國民黨執政時代 你要當憲兵 一定要 要是國民黨的才可以喔 你如果沒有加入國民黨 思想考核 不及格啊 你不能當 你不能當憲兵啊 那 這個提起 執經玉手下的800位提起 一樣啊 他們就是要經過思想審核 身份證審核 一般平民百姓是不能入列的啊 你不夠格啊 你要 爸爸是高官 喔 我不曉得是要幾等啦 我在想啦 父親至少 京城嘛 京城敬衛隊那 父親少說也要六品官啊 恐怕要六品官以上 才可以啦 六品官以上的 官員或降臨的子弟 才可以 才可以入選啊 還要經過一番考核 長相啦 身高啦 這些都要考核 呂布 呂布能不能跟著丁遠 一起到 中央軍 敬衛軍 沒有辦法 他是鄉下來的啊 他是內蒙古來的 內蒙古包頭 以前叫做什麼 五元俊九元人 他的籍貫 他的籍貫就是這樣啊 他的 以前好像叫做普蝶啦 我們現在叫做身份證啊 以前是普蝶 呂布你說你想要 跟著丁遠到 中央禁衛軍 當提起 好 你把普蝶交過來 審核的官員摊開呂布的普蝶 第一籃籍貫 呃 病州府 五元俊九元人 那就不行了 那就踢掉了 你邊疆來的啊 邊地來的 因為以前 以前住在邊疆的大部分都是怎樣 都是窮困的人啊 都是窮困的人啊 或者說被流放的人啊 或者說 因為什麼原因而逃到邊疆去的啦 這種都是 身份不明的啦 身份 不高啦 這不能來啊 所以說 呂布 如果呂布真的殺丁遠啊 那是困難度很高 因為他沒有在 中央禁衛軍的行列裡面啊 如果說呂布真的有辦法 刺殺紫荊域丁遠 那 照理說 他也是提起之一啊 呂布應該也是在中央禁衛軍裡面啊 因為這樣 這樣方便啊 很接近 很接近 紫荊域啊 很接近紫荊域啊 他是提起嘛 提起 每天每天都可以看到紫荊域啊 紫荊域集合 每天集合 集合這兩百個紫荊域 或八百個 列隊 然後向 這些紫荊 這些提起 要向他們的長官 紫荊域丁遠敬禮 唱國歌 就類似這樣 軍隊就是這樣嘛 升旗典禮開始 前庭疏離 小康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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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 然後這個執行官啊就向執行域報告 執行官呂布向執行官呂布報告 十道人數八百 英道人數八百 完畢 索性立正 然後紫荊域就好很好 今天我們沒有什麼任務 等一下請這個 呃 連長啊呂布連長 你把漢堡發下去 可樂也發下去 大家吃吃喝喝 然後就去睡覺 等待命令 大概就是這樣啦 但有沒有 呂布有沒有在中央進衛軍行列裡面 沒有啊 史書記載他就是主部 霍漢書 三國志說他是主部 還是主部 霍漢書說他是司馬 這都是並州府裡面的編制啊 他根本就沒有在中央軍裡面啊 他怎麼接近紫荊 紫荊域然後把他殺掉 而且 而且按照慣例啦 董卓你這麼囂張跋扶 你 你又死呂布殺了丁元 那這個紫荊域 這個位置要誰來當 當然是由呂布來當啊 不然 不然有哪個 哪個人要願意幹這種事情 你以為說要殺紫荊域 九卿耶 大官耶 你以為說 這這麼大的官 說殺就殺啊 說殺就殺 像在殺阿媽阿狗 然後 殺了怎樣 如果沒有成功是滅九卒耶 如果呂布說 他是主部 他是 並州赤石府地方的一個小官 然後他跑來中央 殺了禁衛軍統領紫荊域 失敗了 因為他旁邊 很多 這個提起 看到有刺客來怎樣 一擁而上 把呂布給 捅了 捅了好幾槍 砍了好幾刀 呂布受重傷 最後怎樣 被判死刑 絞死 然後呂布 全家大小 也都連累 滅九卒啊 可能的情況是這樣耶 你知道嗎 所以說 你要用什麼來引誘呂布 最簡單的 通常的做法都是 你刺殺誰 你就取代他 你刺殺丁遠 成功了 這個位置就是你的 是不是這樣 你看那個 張揚啊 河內太守 河內太守張揚 他當然率領 部隊要去救呂布 結果被他的部將 楊丑所殺 楊丑 楊丑殺了張揚 殺了河內太守之後 誰來繼任河內太守 就是楊丑啊 我殺了 我殺了 我的長官 河內太守張揚 那 這個缺就是 就由我 由我來頂了啊 我就是河內太守啊 通常都是這樣啦 所以 你如果說 齊約會選董卓 要怎麼跟呂布講 呂布才會答應 你一定是說 呂布你去殺了丁遠 然後 紫金玉 這個缺 就由你來當啊 這個九卿啊 這個九卿 這麼高的官 就由你來當 你說那你說呂布幹不幹 我當然幹啊 我本來只是地方 一個小小職員 年薪只有三百彈 三百彈喔 然後現在殺了丁遠 紫金玉 我成為 頂替他 我成為紫金玉 年薪 兩千彈耶 兩千彈耶 三百彈跟兩千彈耶 如果以現在 以現在的薪水來說就是 薪水兩萬五 然後變成薪水 二十五萬啊 從兩萬五變成二十五萬 十倍 十倍 這樣你幹不幹 當然幹啊 但事實上有沒有 你看喔 紫金玉 丁遠 死了之後 誰來當紫金玉 四孫瑞 是跟水同火的 王允啊 王允同火的啊 你看那個三國志 它裡面是怎麼寫的 他說 王允想要謀次董卓 然後就跟紫金玉 四孫瑞 還有中衛 黃丸 密商 如何 來刺殺董卓 所謂 這個 中衛黃丸 中衛就是 也是禁衛軍啊 只是 中衛它是負責 城牆以內的 城牆以內的禁衛軍 那就是黃丸 這個 這個也是相當重要的職位喔 然後四孫瑞 四孫瑞就是 丁遠被殺了之後就是 由四孫瑞來當紫金玉嘛 這個紫金玉就是負責 城牆周圍外面的 外面城牆周圍的 安全啊 然後還有第三個禁衛軍 就齊都衛 齊都衛所率領的 齊都衛率領的是 城牆更外圍 也就是城牆 城牆50公尺以外啊 城牆50公尺以外 的那個更外圍 更大的外圍那個 那個就是齊都衛負責的 也是禁衛軍喔 所以這三個人的職位 都是兩千彈 齊都衛 紫金五 還有中衛 都是九清啊 薪水都一樣都是兩千彈都是大關喔 那你看當時的 當時的紫金五是誰 四孫瑞 然後 然後 這個 中衛 黃丸 都是 都是王允的人耶 然後 齊都衛是誰 齊都衛是李術 李術是董卓的人啊 李術本來是董卓西良兵之一啊 他是董卓的人 所以說 這三個軍官全部都是 都是董卓的人啊 因為王允也是董卓的人啊 王允也是董卓的人耶 王允把那董卓把王允從 平民他本來是死刑犯嘛 後來董卓跟黃虎松朱俊他們去求情 皇帝就赦免了王允的死罪 但是把他貶為平民 但是王允怕太監追殺他 所以他就改姓埋名 隱居在鄉野 只有誰知道他在哪裡 只有董卓 所以當董卓掌握朝廷大權 他又把王允找回來 王允很高興啊 這個老朋友董卓你這麼重情重義 他當然都幫他 然後第一件任務就是什麼 董卓要 要這個王允去當河南營 然後任務就是把 在孟金縱火的丁元 當時已經是執經獄了喔 把他殺了 當然是用公文啊 說縱火罪有公文 有皇帝蓋章的公文 逮捕令 王允就這樣被殺了 殺了之後 這個丁元的兵馬 都歸 董卓就掌握了嘛 所以王允立下大功 但是 王允有沒有去當紫金武 沒有 因為王允根本看不上 王允根本看不上紫金武 王允 董卓讓他當什麼 董卓不是讓他當紫金武 讓他當師徒啊 三公之一啊 三公之手啊 一般來說啦 你如果說 殺了紫金武 那就由你來當紫金武 但是 董卓對王允這麼好 給他直接跳身為師徒 而且還怎樣 風、溫、吼 風、溫、吼 十億五萬戶啊 這你們三國志證實都有記載 而且最後 最後是沒有五萬戶那麼多 為什麼 因為王允一直推啊 三國志上面記載 王允總共推了兩次 說不要啦 我拿何德何能啊 因為真的何德何能啊 而且 而且大家會覺得很奇怪啊 說 莫名其妙為什麼 王允會被人家 會被封為溫厚 理由到底是什麼 理由到底是什麼 只因為 他殺了 他殺了丁元 紫金武 這樣就可以封溫厚 王允當時想也 這樣也不妥啊 這樣大家一定都會議論紛紛 所以他就 不要 第一次說不要 第二次又說不要 第三次 他的 王允的智朗啊 就跟王允說 你第三次你再推 你就會被 你就會被董卓砍頭啦 因為董卓會認為說 那你就不是跟我同夥的 其實董卓為什麼要封 要封 王允為溫厚 就是 就是要跟文武百官宣告 王允跟我 王允跟我是同夥的 王允跟我是同夥的 這已經鄭重宣告 因為他 因為王允跟我是同夥的 所以 他殺了 他殺了丁元 我就把他 身為三公之首的 師徒 所以現在呢 文武百官的首領 最高的文官就是師徒 所有官員 你都要聽師徒的話 也就是等於 等於怎樣 所有文武官員 所有文官都要聽 師徒王允的話 等於就是要聽董卓的話 武將就不用說了 武將當然早就 被董卓給控制了 你控制的軍隊就等於控制了武將 那些武將都是 都是董卓的西梁將領 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四孫瑞啊 三國志就有記載 他們是同夥的 而且 感情很好 關係很密切 四孫瑞 在丁元死了之後 繼任執經武 這樣 是不是已經很清楚了 四孫瑞跟王允是朋友 所以 誰來當紫禁武 當然是王允的朋友啊 四孫瑞啊 那為什麼不是呂布 為什麼不是呂布 因為 丁元不是呂布殺的 然後王允跟 王允跟呂布也不是朋友 丁元不是呂布殺的 所以呂布 有沒有理由來 來當紫禁武 沒有啊 四孫瑞來當紫禁武 這個就 說得很清楚了啦 就是 丁元是誰殺的 就是王允殺的嘛 然後王允 王允不屑當紫禁武啦 他直接就當師徒 所以就讓他的好朋友 四孫瑞來當紫禁武 這樣大家 大家 冷靜把它想一想 是不是這樣 然後我們再回頭來看看 呂布在董卓 董卓到底給了呂布什麼好處 你想想看喔 當時丁元在併州府的時候 呂布是祖布 然後司馬 張了是司馬 然後從事是張揚 然後丁元當了紫禁武之後 然後這個張揚是河內太守 張揚是河內太守 然後這個張揚是什麼 張揚是北郡太守 然後呂布是什麼 呂布還是祖布啊 呂布還是併州府的祖布啊 也就是說本來丁元 丁元旗下的那些手下 其實誰最沒有受重視 誰最沒有出席就是呂布啊 丁元已經深認為紫禁武了喔 然後張揚被提升為 提升為河內太守 然後這個 這個 張揚被提升為北郡太守 這個原因是什麼 本來張揚是丁元手下的從事啊 從事就是併州佛 赤石 再來最大的官就是從事 相當於秘書長啊 就是第二併州府裡面 最大的就是赤石嘛 第二大的就是從事 那丁元本來是不是 併州府的赤石 但是後來他 一年到任了之後他就升官了 他就升官為齊都衛 進衛軍 進衛軍統領 那他後來又從進衛軍統領 他當進衛軍統領的時候 他駐紮地是在哪裡 是在河內 然後他 他在河內 他的進衛軍就是齊都衛 齊都衛率領的也是進衛軍 駐守在河內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 這個 河進啊 叫這個 齊都衛丁元要去孟金換火 所以當時去換火的時候 水也在行列裡面 昌陽啊 昌陽他是一直 一直跟水在丁元旁邊的從事啊 從事就是第二大的 也就相當於秘書啦 秘書長 以柯文哲來說水就是 水就是張揚 那個橘子啦 橘子就是張揚 最能夠掌握柯文哲秘密的 機密的怎麼經流怎麼轉 都是橘子嘛 那張揚當時就是類似這樣 所以去孟軍換火 張揚有沒有份 他也有份 所以大將軍和進 把 丁元升為齊都衛 那把齊都衛丁元升為 執經域 再來 是不是也要升張揚 本來啦 張揚可能可以隨著丁元到中央 去當提器的總隊長啊 但是因為他的身份有關係 因為張揚是邊地來的是併州 跟呂布張揚呂布他們都是邊地來的 呂布是五元俊九元人嘛 然後這個 張揚是燕門人嘛 燕門就在九元的下面一點點 然後這個 張揚是雲中嘛 雲中就在燕門的旁邊 也就是他們他們三個人就是 就是鄰居啊 三角形的鄰居 最北邊的最遠的啦 最遠的就是呂布九元 再來在裡面一點就是燕門 是張揚 再來再往西邊一點 雲中 這個就是張揚 他們都是邊疆來的 的人啊 所以沒有資格當提器 但是 他跟 張揚跟丁揚去換火 有功啊 所以怎樣 就當河內太守啊 所以說他 張揚當河內太守 然後丁揚的軍隊 就是改由誰來統領 改由張揚來統領 然後 然後這個後來 紫荊玉丁揚被王允給殺了之後 張揚有沒有被治罪沒有 只有王允 王允只殺丁揚而已 以眾火罪把他殺了 那張揚沒有被殺 條件是什麼 就是你要歸順董卓啊 你歸順董卓 不但給你當河內太守 而且還給你封喉 還給你封喉 所以說張揚 後來表示對董卓效忠 他不但繼續當河內太守 而且還被封喉 他比張揚 比呂布 比張揚都更早發達 他很早就被董卓給封喉了 而丁揚被殺的時候 最沒出息的就是呂布 還是併州府裡面一個小小的主部 再來說張揚那個時候 他為什麼能夠當北地太守 北地在哪裡北地在陝西省 俄爾多斯高原的南部那裡 那也算是一個邊疆 也是一個邊疆北地 你看那個地名就是北方北地 北方的土地北地太守 這個只是這個這個太守 其實不好當啦 因為那個太偏僻了 那張揚為什麼能夠當北地太守 就是因為他本來啊 在丁揚手下當這個施馬嘛 那和靖呢 需要馬 準備要殺 殺宦官嘛 預料說 這個中國會有一番動亂 所以他就要買馬 他就和靖就叫 叫這個丁揚呢 說 我要馬 你去 你派人去河北買 買那個河北馬 河北馬最好 然後丁揚就派張揚 派張揚去河北買馬 買200匹戰馬 等到 張揚屁顛屁顛的從河北 買了200匹戰馬 這代表說張揚會不會選馬 他會選馬 他知道什麼馬 什麼馬比較好 他知道怎麼選 所以張揚就去 河北買馬 買了200匹馬 屁顛屁顛的 把他趕回來的時候 丁揚已經死了 丁揚已經死了 那他這200匹馬 他就交給董卓 董卓當然很高興啊 哇你這個張揚你又回來 然後回來歸順我 然後還帶了200匹馬 太棒了太棒 董卓有了這200匹馬 真的是 聲勢如日中天啊 有了這200匹馬 就是可以組建200人的騎兵部隊 就是由張揚統帥啊 而張揚他的官位 就是北地太守 這個功勞就是他帶回來200匹戰馬 那當然他 他沒有真的去北地那個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是邊疆 掛名的啦 掛名的掛名北地太守 事實上北地那個時候 已經 好像已經被匈奴給佔領了 所以這個只是掛名而已啦 北地太守 但實際上張揚是在 他沒有在北地喔 他是在董卓旗下 的騎兵隊裡面 就是他帶回來的那200匹戰馬 他就成為騎兵隊的隊長 但是他的職稱是北地太守 誰最沒有出席 呂布耶 他還是主部而已 等到丁遠被殺了之後 這個丁遠被殺了之後 然後誰又被殺了 少帝被殺 和太后也被殺 大家都說是董卓幹的 但我懷疑啦 少帝跟和太后也是誰殺的 王允 不然王允怎麼會被封 溫侯十億五萬戶 這麼大的封賞 不太可能啦 不太可能說只殺了一個丁遠 然後把他的兵馬收過來 一定還有更嚴重更大的功勞 那更大的功勞就是殺了 殺了少帝跟和太后 你想想看嘛 你要殺少帝跟和太后 要不要找那個 和太后跟少帝比較信任的人 而少帝跟和太后 他們比較信任王允還是比較信任董卓 當然是比較信任 當然是信任王允啊 他們絕對不會信任董卓的啊 就是董卓把他們拉下來 把他們關起來 把他們軟禁起來的啊 所以如果只要是董卓 的人過來 他們就會有防備 但是只有誰過來 他們就不會有防備 王允 因為和太后跟少帝 他們已經被軟禁很久了 他們可能不知道 王允是怎麼重新 重新上台的 重新回來中央任官的 他們可能不知道耶 他們可能不知道說王允 之所以能夠回來當官是因為 是因為董卓的提拔啊 他們可能不知道 以為說王允就是 本來就是這個 本來以前啊 名聲就不錯了嘛 打敗黃金賊的名將 這個和太后都知道啊 然後好多人 為王允 請求不要砍頭 赦免他 這個和太后也都知道啊 所以 當王允 偷偷拿著毒藥來 和太后跟少帝有沒有防備 沒有防備 可能王允就帶了一個餅乾來啊 這個 太后 少帝這個餅乾 是我特地請我的 夫人來為你們 連夜製造的 很好吃的餅乾喔 吃吃看吧 吃完了就死啊 因為他們對王允沒有防備 就這樣死了 這樣他又立下大功了啦 所以這兩件事情 請殺王允殺 少帝殺和太后 這三個人的死呢 可不可以封溫侯了 有夠資格啦 夠資格封溫侯 十億五萬戶 所以我說 這個王允之所以成為餅乾 就是這個原因 那呂布呢 還是一個 惡嫩嫩頭青耶 你看喔 後來是不是和太后死了 少帝也死了 關東諸佛真的 忍如可忍了啦 認為說 董卓準備篡位已經 昭然若揭啊 竟然連太后連皇帝 都敢殺 這個等同就是準備要篡位了嘛 所以關東諸君 起兵討伐董卓啊 然後你們看三國志怎麼記載的 董卓派水殿後 那個最倒楣的啦 這個關接最小的 最倒楣的人 就是負責殿後的啦 就是就是呂布啊 而且呂布當時還是誰的 還是誰的手下 還是都都虎枕啊 虎枕啊 當時的負責殿後的那位 總指揮官 不是呂布耶 是虎枕啊 都都虎枕 都都就是那個軍隊的總指揮官 總司令啊 都都虎枕 然後你看三國志怎麼記載的 他說呂布啊 就是受都都虎枕的節制 但是呂布 呂布就覺得說 虎枕的這個作戰命令呢 如果執行起來一定 他一定會被打敗啦 根本就沒有援軍 然後會被包圍 所以呂布就跟胡枕吵架 三國志裡面說呂布跟胡枕跟總指揮官都都不和 而呂布那個時候只是 是胡枕所率領的殿後的軍隊裡面 其中的一位小軍官啊 也就是排長 呂布只是一個排長而已啊 連少校連仲校都不是更不是更不是更不是將軍 將軍是誰 少將啊 都都就是少將級的啊 那個胡枕就是少將級的軍官啊 呂布不是欸 呂布只是 是最後面墊底的那一個 騎兵部隊的 隊長 就是排長啊 結果呂布被誰打敗 三國志裡面記載很清楚 就是被孫姦打敗啊 因為呂布跟胡枕吵架說 你這樣布陣不行啊 這樣我呂布 我的部隊 我率領的部隊很容易就會被包圍 他扶整說 我管你喔 你聽也好 你不聽也好 反正你的 你就是要犧牲啊 你就是要掩護 掩護部隊 逃走啦 呂布也沒辦法 你就知道當時呂布的關接有多低 結果他就被 他就被那個孫姦打敗了嘛 他被包圍嘛 他孤立無援 然後那個胡枕 胡枕根本沒有派兵來救呂布啊 然後孫姦 所帶領的部隊 遠遠多於呂布的部隊啊 所以呂布 其實呂布也不想打 因為他不滿啊 然後呂布就被孫姦打敗了 應該說呂布故意敗的啦 結果這個 這個紀錄呢 就被大家一直拿來說 說欸你們知道嗎 有人打敗過呂布耶 是誰 孫姦 孫姦 孫姦打敗呂布 就是這樣來的 你要知道當時的呂布 只是一個排長而已啊 從主部 再來身為排長 這很合理啊 差不多啦 都是三百彈的 低薪啊 低薪啊 領薪水階級2萬多塊 主部大概就是 差不多現在的薪水3萬塊嘛 排長大概就是4萬多塊嘛 稍微增加了一點啊 到了呂布是到了什麼時候才 漸漸升官起來 就是 一路掩護部隊撤退 從洛陽 遷都長安嘛 那 董卓要遷都長安 關東諸侯 十八路諸侯 是不是一直追 一直追一直追 然後三國演藝 是不是 說在虎勞關的時候 三鷹佔呂布 就是呂布 把十八路諸侯都擋住了嘛 當然三國演藝是誇張的啦 但是 實際的情況就是呂布 在虎勞關 真的就是把十八路諸侯給擋住 因為他是墊底的啊 他是墊底的 所以他不擋也得擋啊 呂布就真的靠他 這個小小排長的小小的部隊 真的把 十八路諸侯都擋在虎勞關啊 所以董卓他們 這大隊人馬呢 帶了那麼多人 帶了那麼多文武百官 帶了那麼多寶物寶貝 因為洛陽城的所有 珍珠財寶 眷布啦 絲綢啦 書籍啦 典籍啦 全部都 都運到那個長安去耶 所以行動很緩慢啊 要不是呂布墊底在那邊擋 就沒有辦法 所以來到長安以後 呂布終於被升官了 身為中郎將啦 中郎將啦 但其實中郎將也不是什麼 也不是將軍啊 中郎將如果以現在來說 就是少校 少校然後也是很低的官啊 因為他就中郎將就這樣一個 就三個字而已啊 沒有其他名號 比較大的中郎將是什麼 上面還會灌那個什麼 虎奔中郎將 或者是這個 威武中郎將 或者什麼 雷霆中郎將 類似這樣 呂布沒有啦 他就只有中郎將 然後 他的職位是什麼 三國志寫得很清楚 守中閣 我叫中郎將呂布去守中閣 你們知道守中閣 你們知道守中閣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去守在後宮的門口 而且他還不是隊長喔 他是副隊長 中郎將少校他只能當副隊長而已 你要當隊長喔 這個中郎將上面就還要灌上一個 譬如說虎奔中郎將喔 那就可以當隊長 呂布沒有三國志 這個說呂布守中閣 就是負責看守後宮大門大門口的啦 然後知智通鑑他都白話文的 知智通鑑他就說呂布 守負責守衛這個後宮 相當於副隊長 只是副隊長啊 這是柏仰說的 他說呂布只是副隊長而已啊 也就是差不多現在的少校啦 你看人家張了都已經當太守了 然後張揚也已經當太守 而且還封吼了 呂布還沒有耶 還只是一個少校中郎將而已 然後你跟我說 這個叫做董卓重用呂布 董卓重用呂布 然後大家說呂布殺了丁元 所以呂布殺了丁元 然後董卓很高興 重用呂布秦童父子 秦童父子就是叫他去守中閣啊 你知道以前男女不平等嗎 你一個將軍 去那你一個軍官 少校軍官去守在後宮 其實那個就是大家最不要 最不要你身為將軍 最不要去的地方就是後宮啊 沒面子啊 你可能會被人家懷疑說 你是不是沒有雞雞啊 你沒有雞雞所以你才去守在那個後宮 你是太監嗎 可能還會有人這樣問耶 搞不好有宮女經過的時候 我看到高大的呂布 一直看著他那邊 然後忍不住問呂布說 呂大人你有雞雞嗎 這下子就糗大了 男孩子啊你如果要當軍官 你要當的是什麼 有帶兵的啦 有帶兵的軍官 有名分的 有自己的辦公室的啦 有自己的辦公室的將軍啊 旗下有職員 有兵馬 這樣才是真正的 大家喜歡的將領 你當軍人就是要當到這樣啊 你當中郎將 沒有自己的辦公室耶 你一個守候宮門口的副隊長 你沒有一個辦公室耶 然後後來三國志有說 呂布後來有被轟喉 但你們知道那三國志所董卓給呂布轟什麼喉 關內喉 我那封呂布的關內喉 不曉得是什麼 應該是說 十八路諸侯後來退兵了嘛 他們自己去打自己都退兵了天下太平 呂布可能也也盡了一些努力啦 有做了一些漂亮的事情 所以董卓把他封喉啦 終於封喉了 關內喉 你們知道什麼什麼叫做關內喉 就是名譽喉啦 名譽而已啦 就是好聽的而已啦 有沒有實意 所謂實意就是 可以拿稅收的 像溫喉 溫喉有沒有實意 溫喉是第一等的縣喉 十億五萬戶 五萬戶的稅收那不得了啊 假如說每戶 每戶平均每戶一年繳一兩的稅 那五萬戶就是五萬兩 五萬戶就是五萬兩 你有沒有聽錯啊 五萬戶就是五萬兩 一年就可以賺五萬兩 不得了啊 一年就可以成為大富翁啦 當然啦 那是一級 一級的縣喉 但是關內喉有沒有 抱歉啦 關內喉一塊錢也拿不到 這個就是騙小孩嘛 漢代的這個喉爵 他們怎麼分的就是第一 第一等縣喉嘛 像溫喉就是縣喉 再來就是鄉喉 再來就是庭喉 憲庭 再來就是名譽喉 就是沒有十億的啦 沒有錢可以拿的就是名譽而已 就是關內喉啊 呂布就是最低被封那個最低等的關內喉 然後小說家啦史書家啦 竟然說呂布跟董卓情同父子 我實在很懷疑承受你到底在寫什麼 如果董卓真的把呂布當做自己的兒子 情同父子 董卓會叫呂布去守那個 內宮的大門口嗎 每天看到的都是那些女人啊 一定呂布守在那個 後宮門口每天一定被那些公女怎樣 虧來虧去啦 公女看到門口呂布那麼高大 兩百三十幾公分 欸帥哥 帥哥 然後笑一笑 嬌羞的臉 臉紅然後就跑開 然後沒多久又另外一個公女又來了 公女 曬衣服嘛都會走來走去嘛 曬衣服收衣服又跑了 帥哥 又一個公女來了 呂帥哥 呂布可能不理他 那公女就一直叫 帥哥 帥哥 轉頭 轉頭 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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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布被還得 好吧 你到底要幹什麼啦 然後 帥哥 抽喔 你看又被虧了 你看 是不是這樣 後來呂布是不是 就因為守那個中閣惹禍啦 是不是有人 三國志有記載啊說 呂布 與婢女私通 喔 是不是有這一條 所以呂布跟那些後宮的婢女私通啊 就是指這件事情啊 一定是那個婢女啊 一定是那個婢女啊 在那邊看到帥哥 然後洗完衣服啦 怎樣就有事沒事就跑來門口啦 跑來警衛庭那裡啦 然後看呂布啦 然後丟紙條啦 呂哥哥 我今晚有空 你要來喔 呂布 一定常常接到這種紙條 那如果人家要陷害他呢 就說怎樣 這個就叫做與婢女私通啊 你怎麼可以跟婢女在那邊 互丟紙條 好 可能呂布真的也有悔啦 就寫了一張紙條 把他丟回去說 本哥哥今天很忙 今天還要職業班 沒有辦法 跟沒有辦法去看你 請你以後不要再 再做這種事情了 有人看到就打報告了啊 所以呂布與婢女私通 你看 是不是董卓就有理由處罰他了 這個叫做情同父子 然後你看 什麼叫做真正的情同父子 三國志記載的很清楚啊 董卓把那個還在牆寶中的嬰兒 他董卓娶很多老婆嘛 那個老婆 剩下那個嬰兒還抱在牆寶裡面 奶媽還抱著在吸奶 董卓就把他封吼了 而且是什麼吼 不是官內吼 是有地名的 譬如說封他為 這個 浮風俊侯 浮風俊侯 也就是這個 剛出生的嬰兒 他就可以收取浮風俊的稅收啊 稅收都歸 還在喝奶奶的小嬰兒 然後所有董卓的兒子 每一個人都封吼 而且都不是官內吼 都是有名的喔 都是有地名的可以拿稅收的喔 他的侄子 連他的侄子親戚都封吼 而且都封 有被董卓封降臨的 都是有帶兵的 就是京城那些帶兵的掌握兵權 都是董卓自己的兒子 女婿親戚 呂布有沒有 有沒有帶兵 沒有 呂布就是守中閣啊 三國志記載的清清楚楚啊 守中閣啊 你要說呂布 董卓重用呂布 讓呂布帶兵什麼 女兵 你不要說董卓沒有讓呂布帶兵 有帶呂兵 就是後宮裡面那些宮女啊 都是呂布管的 他們就是呂布的呂兵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東漢有女兵 然後由呂布率領 所以呂布在董卓重用之下 成為東漢女兵隊的隊長 是這樣嗎 沒有嘛 呂布沒有兵嘛 所以這樣你們怎麼會說 呂布受到重用 沒有啦 啊 而且呂布還常常被叫來叫去耶 你看那個董卓 董卓從梅屋 董卓被殺的那一天 他就是叫呂布來當 當那個當他的保鏢啊 呂布 呂布本來在守後宮的 門口嘛當副隊長嘛 那天董卓要來到京城啊 好像是說漢先帝生病 好了 然後很高興 就漢先帝呢就叫董卓來 來到京城啊 來要給董卓啊 加獎 獎勵 說皇帝生病的這期間 相國呢 忙於國事啊 做了很多事情 皇帝要獎勵 所以董卓就來了 就從梅屋啊 他的住家那裡 來到京城 這個時候董卓就叫守在內宮 內宮的 後宮啦 後宮門口的呂布來當他的保鏢 常常叫呂布幹這種事情 當保鏢啦 因為呂布長得很高大嘛 那你們想想看嘛 呂布如果真的受董卓重用 呂布應該是住在哪裡 呂布應該跟董卓一樣住在梅屋啊 他應該住在梅屋啊 他怎麼會是他的職務怎麼會是 在那個後宮當守衛 當守衛啊 就像我們現在很多退伍老兵 都去公寓大廈當那個管理員 呂布當時的職務就差不多 類似於現在的大廈管理員 根本沒有被重用嘛 你看那個 董卓的老家梅屋 他那一天要來長安 欸 沿途三公里喔 差不多三里啊 三公里啊 不知道三里還是三公里 三里啊 古時候都是用里 三里長呢 從梅屋喔 沿路都是他的兵馬 左邊是騎兵 右邊是那個 穿鐵甲衣 穿鎧甲的勇士啊 從梅屋一路喔 這樣 一直到 長安皇城 路兩邊都是他的人欸 一邊是騎兵 一邊是穿鐵甲衣的勇士 衛士啊 然後又叫那個呂布來當他 就是當他的馬夫啦 說難聽一點就是馬夫啦 馬夫啊 由呂布來當 牽著 牽著董卓的馬 然後走進皇宮 這個就是馬夫啊 然後也當 也兼做保鏢啊 你要知道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的張寮已經是太守啦 張揚已經是 已經是猴 已經有猴爵了 而且是有稅收的猴爵 而且也是太守 河內郡太守 就以那個 就以那個 當時刺殺董卓那一天 刺第一刀的李肅 沙國志寫得很清楚 李肅當時的職位是什麼 他是齊都尉 李肅是齊都尉 李肅當時是中南將 也就是說 次第一刀的李肅其實官階 比李肅還要大 李肅的白跑將軍李肅 威政海內外啊 他是一位大將 所以他能夠當進衛軍統領 他當齊都尉 所以他能夠當進衛軍統領 他也是九卿之一耶 年薪兩千彈 是九卿幾的大官 而且手下是有進衛軍的喔 他是有進衛軍的 所以說 像董卓刺第一槍的 不是呂布耶 大家都誤會了 是李肅啦 假如說李肅那一槍刺下去董卓死了 這個歷史可能會怎麼寫改寫 可能會說李肅 齊都尉李肅行刺董卓成功 會不會再有後來的什麼 王允謀刺董卓不會 因為以李肅的脾氣 以李肅姓李的啦 姓李的個性跟姓呂的酸口呂的完全不一樣 姓呂的酸口呂就是不爭啦 不爭功勞 但是姓呂的穆治呂 他絕對不會允許王允來搶他的功勞 明明就是我齊都尉我第一槍刺董卓的 是我 我有禁衛軍 我有帶兵嘛 那些守在門口的 三國志有說嘛 當時有守在門口的 都是被偷偷換掉 本來都是董卓的人馬啦 但是都被偷偷換掉 就是李黑 有一個叫李黑的 有一個叫秦宜路的 秦宜路的後來還有出現嘛 李黑秦宜路還有那個七 七夫人的七勇 還有 還有一位我忘記了 就這四位呢 把原來董卓的董卓派來守在宮門的四個警衛把他殺了 由他們來冒充 而這搞不好這些人本來都是李肅的騎兵隊中的一員也不一定 因為李肅有帶兵啊 但是 後來為什麼 赤董卓變成呂布的功勞 因為李肅就 就 就在那裡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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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董卓有穿鐵甲衣嘛 然後 李肅阿咒 那怎麼拋著的 董卓那時候可能還說 拜託李肅 白袍将军威震海内外百战百胜 李树当年也是董卓西凉兵的将领 十大将军之一 也是百战百胜 董卓一定就说 李树啊 你是没吃饭啦 你是没吃饭哦 你已经吃我三下 你还吃不进去 用力好不好 白袍将军李树 你用点力好不好 李树 我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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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卓你是在把我骚扬你 拜托 白袍将军用力 李树已经崩溃了 从来没有这么出球过了 董卓何许人 他穿铁甲衣 他是身经百战的大将 大元帅 搞不好他真的有练金钟罩铁布山 他穿铁甲衣 然后本身又是功夫高手 有气功练 静中罩铁布山 所以那个白袍将军 百战百胜的李树 齐都卫 李树 你能够当到齐都卫 静卫军统领 那不是随便的 那是 那是很大的将军了 怎么吃就是吃不死 董卓 董卓 他突然变他哈哈大笑 这个时候铁布过来了 名不见经传的中狼将 守候宫的一位副队长过来 就把李树手上的长矛拿过来 赤下去董卓 董卓可能还愣在那里 是董卓叫铁布上来的 三国志里面有写 他说 呃 铁布何在董卓 铁布何在 快来救我 然后铁布 铁布本来在台阶下 在那个马车 马车的旁边 铁布就走上来 走上来 董卓以为说铁布真的要救他 要把那个李树 打倒 没有 他 铁布去把董卓的长矛抢过来 就这样刺一下就前胸穿后背啊 董卓就这样死啦 一下而已耶 你看铁布的力量有多大 李树在那边刺了老半天 可能刺了已经刺了一百多下都没有办法啊 但是铁布本来也没有想要去抢功劳啦 因为这个功劳是不得了的啊 铁布也是静静在那边看 在马车在台阶下 因为当时 三国志写说董卓就走上那个台阶 而那个齐都尉李树 突然间从台阶上冲出来 就因为居高临下嘛 董卓在下面 然后这个李树在台阶上面 就用毛刺向那个董卓的胸膛 因为董卓相当高大 你不能跟董卓站在同一水平线上 你董卓身高两百多公分啊 这个这么高大的人 你要你让他站在同一水平线上 你要刺他就很困难 那手一搏兵器就不见了啊 所以你要在他走在台阶下 然后你在台阶的上面 这样刺是比较方便 李树就是这样 突然间冲出来就拿那个铁毛啊 就一直刺一直刺 结果董卓都没事啊 然后就他还有时间呢 回头回头叫那个李树说 李树何在快来救我 然后李树就从马车走上台阶 去把李树的铁毛拿起来 然后董卓还愣在那里 没想到 李树是来刺他的啦 刺一下就就咳屁了 然后这个时候 从梅屋到皇宫的沿路 那个骑兵啊 跟那个穿铁甲衣的 已经准备要冲上来了 相当的危险 这个时候李树 手啊拿出皇帝给的圣旨 摊开来 大大声的朗读 有诏 皇帝有旨 有诏 讨贼 李树三国志上面写的 那个掏出圣旨 那个是吕布 不是别人 不是四孙瑞 也不是黄婉 更不是王允 他们都不在啊 那个三国志有写啊 后来 后来是西两四大控 攻入长安 要追 追 追去那个杀害董卓的凶手 四孙瑞 判无罪 黄婉无罪 为什么 不是 史书不是说四孙瑞 黄婉跟王允 还有吕布同谋要刺杀董卓 那为什么四孙瑞无罪 黄婉也无罪 其实王允也无罪 王允也无罪 为什么他们都无罪 为什么 因为他们 刺杀董卓的时候 他们完全没有在场啊 而且 四大扣调查 掌握 靖瑞军的四孙瑞 紫金五四孙瑞 有没有 当时有没有在动用 靖瑞军 没有 然后中卫 黄婉当时有没有动用 雨林军 也没有 而王允呢 也没有王允在蔡庸家 这个泡茶聊天 只是蔡庸有没有办法来证明 这个就是王允自己害死自己的 本来王允是有安排这个证人来证明说 他当时在蔡庸家 喝茶泡茶聊天 没想到 后来王允就说蔡庸听到 董卓被杀叹了一口气 就用这个理由坚持要杀蔡庸啊 结果没有人可以来证明 王允当时在蔡庸家 所以说本来 诗顺瑞已经被判无罪了 王晚也被判无罪了 然后 最后剩下王允 这西朗士大扣说 王允你说 你没有参加吕布毛次董卓 你有没有人可以证明 王允说 有啊 蔡庸啊 然后 西朗士大扣 就 障恶金刚蒙不着头脑 但大家都说蔡庸是你杀的 那你如果在蔡庸家 可以证明你没有杀董卓 那你为什么 又要杀蔡庸 后来 后来就是因为 王允坚持杀蔡庸结果引起 西朗士大扣的怀疑啊 最后结论就是说王允准备怎样 把所有 他本来就没有要谋刺董卓 他是利用 吕布来刺杀董卓 然后 王允准备要接收 董卓的兵马 接收董卓的权力 接收董卓的兵权 然后 讨好这些西朗 西朗部队讨好这些西朗将领 然后 他就准备要篡位 要像王莽一样篡位 所以说当年吕布 在长安被包围的时候 曾经要去把汉先帝 跟王允救出来 要带他们一起逃 结果三国志祭在 王允把清锁门也就是 上朝那个皇宫 大殿 皇宫大殿那个门 清锁门把他锁起来 不让吕布进去 也不让皇帝出来 等同是王允绑架了皇帝 就是他准备怎样 准备接收西朗大军 然后准备篡位 最后 西朗四大扣了解 调查清楚 王允的动机之后 把王允 先把那个外面王允的外围军队 20万 20万大军 由 王允的侄子 王洪 率领的 左冯毅 部队 还有 女婿 宋毅所 领导的 佑浮风 的 精兵 部队 把这两个人先骗进来 杀了之后 然后 这个左冯毅跟佑浮风的部队 由西朗降临控制 这样王允已经没有外援了 然后 西朗四大扣 杀了王毅 杀了 杀王毅杀宋毅 再来就是杀 王允跟王允的两个儿子 这个结果就是这样 好 谢谢收看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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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